快半月的時候 有一位朋友 姐妹給我 然後談到的是說 最近台灣這麼多的月 發生了這麼多的災難性的事情 那我們到底怎麼看這個事情 那我想那個 所以我們同學 他報告這個是一個 屍體的重建的一個進度 那我記得我們在看 2005年美國Kachina 整個風災事件後 其實社會科學界有一個檢討 那有一個概念就是 Remedi for maintenance 或是Remedi for transformation Remedi我們把它轉換去cover 就是重建 Kachina 颱風 颶風之後 重建以後是要維持現狀 還是重建以後要轉型 那我想我們台灣現在面對這麼大的 無論各種事件 我們到底是還要維持這樣的體制呢 重建之後 或是慈安風暴之後 要維持這樣的體制 還是我們要進行一個徹底的轉型 那但是台灣過去在發生這麼多的事情 並都沒有藉著整個危機 進行一個徹底的轉型 事實上是需要轉型 那我們關係的不只是要轉型 但是轉型的力道沒有多大 如果我們從一個民間部門 從學學界來看 那但是看起來是轉型的動作非常的慢 甚至都是 永遠在非常肢解跟技術性的事情 我想這個是台灣 我們大概大家可以來共同思考 那我想我們今天進行的順序 大概就是 就是就像我們書裡旁邊的規劃 我們第一個會談到整個核社經濟 跟稀有變在於公約制裁 那第二部分就空污健康 那第三個是舉止 第四個是公安跟災難 那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順序 那為什麼我們選定這幾個重要議題 那就是像我剛剛各位報告就是 我們認為這是台灣非常重要的轉型的議題 一個高雄氣暴 並不是只是一個公共安全 或災難緊急救助的東西 我想這個事件發生的這一個月 很多民眾或是媒體朋友 或是媒體的報導 都關注在公安這個部分責任的歸屬 但是我想這個是比較更深層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到底你recover之後 你是要maintain這樣的一個 這個一個核色的經濟體制 一個高耗能高污染的經濟體制 還是你要進行一個徹底的轉型 那報告順序首先是 我先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然後再來就請我們 公衛學院的那個張張全委員長 來進行報告 那再來就請謝鋒竹老師 我們自己還是提供一些看法 那再來就請洪溫寧教授 那翁玉公教授 和平修教授 再用郭洋宇研究院 那最後我們請那個張明杰老師的代表 郭佩軒博士 那我的部分 如果各位有書的話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的部分的重點其實是非常的簡單 因為我從這個事件之後我們長期的觀察 第一個就是說從1990年到2011年 我們看到石化產業的排碳 石化產業的排碳 是帶動全台灣工業排碳的主要驅動者 那全台灣工業排碳的主要驅動者 其實是帶動全台灣排碳的主要的一個驅動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些是一些學術的數據 那我們盡量用比較簡單的語言 各位可以看到 無論有書沒書的朋友 我想看就是 第19頁到21頁就去呈現 事實上石化業 它是台灣整個這個排碳高上跟下 非常重要的一個驅動者 這是一個現象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在這個 我們在我們的研究裡邊也去論證 石化業事實上是耗用了 在2011年耗用了全台灣能源材料 必須要強調能源材料 這是石化原料26% 在2013年耗用了27% 但是它的GDP的貢獻 在2012年是達到1.6% 如果包含中下油 這書裡面大概都有寫 貢獻值到達2.6%左右 那你剛剛加上每一根煉油 問題是每根煉油 可是一般民間的產業嘛 就達到3.9% 還沒有達到4% 很簡單就是說 耗用了超過全台灣能源材料的 四分之一場以上 但是它對全國的GDP貢獻 事實上沒有超過2% 甚至我們放大一點4% 那當然我們從上次的這個發言裡面 就是說這個是我們認為是說 台灣為什麼在這個部分 整個產業的戰略要必須改變 因為大家都知道 台灣是一個極度缺乏能源的國家 那我們竟然把這樣的長期以來 如果說我們在1980年代在整個經濟發展的基礎上 往前擴展 那也就算了 但是我們到現在 我們竟然還把 我們是一個極度缺乏能源的國家 我們竟然還把這個 這麼大部分的這個能源材料 當成我們的重點公約之一 所以這個是必須要檢討的 那我們提的主張當然就轉型 那這個代表也非常 那第三個部分當然就是說 你耗用了更多的這個實化的能源材料 你製造的空汙跟環境汙染就會更高更多 那也會有更多耗水的比例 所以這個是整個產業要轉型的部分 那就是我根據這兩個部分 我們分別在8月中跟9月3號 9月4號收到經濟部 9月4號是收到經濟部都部長 杜子君的來函、公函 認為我們的計算方式跟他們有出入 那這個部分 如果可能各位記者朋友要深入的話 可以看到最後我們的副入 簡單大目經濟部長 我講一個簡單的概念就是 它來喊公然很簡單 它認為石化業的能源燃燒 消耗能源只有8% 那跟我剛剛提的26、27%有很大的出入 那這個出入在哪裡 因為它首先扣掉了 我們根據經濟部能源局的統計 裡面首先扣掉了人先3% 所以8%加3%就11% 那26、27跟11%又有15%或16% 那26%的差距到底差別在哪裡 那我們如果根據經濟部的另外的一個統計表 就經濟部那個統計年報 我想這邊因為沒有特別的那個 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我用嘴巴跟各位講好了 我們進口了 譬如說我們進口了這個100公噸的木材 然後我們把 因為我們需要這些100公噸的木材 那但是我們拿了 譬如說8公噸去燒 8公噸去燒 那我們不能只宣稱說 所以我們只使用了8公噸的這個能源材料 那所以很簡單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是使用了100公噸的能源材料 除了拿去燒之外 我們還把它拿來做 整個石化原料的材料 所以很簡單就是這個概念講起來 就是說我們還是使用了百分之 每年使用了百分之一 從台灣總能源進口的材料裡面 使用了百分之二十六、二十七左右 那這麼多的百分之十六 就是百分之二十六 如果扣掉百分之八、百分之十一的話 我們還是使用了這麼多的石化材料 去轉化成這個石油腦 轉化成底細跟品系 作為石化原料的最上 那當然這個 這一個的爭論在於是說 好你用了這麼多的能源材料 但是你的產值 你對GDP的貢獻 還有你產品的附加價值率是怎麼樣的 重點在這裡 那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石化業的附加價值率 跟它的產值 事實上是年年下降 所以這個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看的 就是說台灣的石化業 無論是內地 島內的 我們內部對於環境 對於經濟的要求 跟整個國際上這個石化量產的威脅 勢必一定要轉型 那但是當然很可惜 因為我們這個事件之後 我想我們接受了一些媒體朋友的採訪 那工業局或經濟部的回復 好像在回復現狀 就是說現在的 他有幾個論點 他說空氣污染有爭議 我們有國約的同盟說空氣污染這個人體 就沒有像有一些專家講的那麼嚴重 那能源材料只用8% 然後這個 它的產值到達了百分之 甚至有誇張說 對GDP的貢獻到達百分之12% 我想這裡邊有非常多的 數字上的爭議 那我要必須要簡單講就是說 這些爭議的背後其實是 到底一個國家面對這麼大的事件 有沒有決心 要其實轉型 看起來是沒有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表示 我們民間督促的力量的力道不夠大 媒體記者朋友報導的力道還不夠大 那如果能夠把這樣的事情轉型 變成一個更有利的一個國家長眼政策的發展 我想都是對大家都是好的 好 我想我的發言先到這邊 那我們就請江老師 然後五百多戶 在那個時候一百天前我們知道的訊息 那現在死亡的人很多人 超商的很多都還在焉 那很多需要復健的 有的人現在有點回家 反正到底還在焉 遺憾的是我們社會好像忘記的這些 一百天而已 那一個民主這麼容易見的話 是很難的 怎麼會這樣 那高雄地區的醫學界的 譬如說高雄醫學大學還有中山大學的社會社工的老師 給參看你現在準備 如何對這些人的一些復健 人的復健 家庭的復健 我們要開始關懷 那就是這個災難的忍的代價還在發展當中 所以今天這個台大出版的這本書 那這個獵者還有我們的校長 那都有在我們這裡做訓 我想這這樣子的一本書 希望提醒社會說事情還在發展當中 那一百天要怎麼去回想這些事呢 剛好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南海海嘯有差不多十年 Catrina也接近十年 那大災難之後 有很多的做法 我們都可以做參考 那更不要講說福島核災 沒有脈很近 那基本上日本現在還沒有真正的起重 它要怎麼去處理 本來電腦附近三十幾公里的網路 倒是整個這個紐澳梁地區 或是盧俠安娜在這個 就是Catrina之後 是翻新了 他們有新的做法做防洪等等 那這個南海海嘯的這個印尼的 而且這個地方呢 很多的防災的重建也漸漸回來 那這些做法都有國際的力量 或是那個政府有非常強的治理 來做計畫決定 那我們高雄呢 高雄這個問題是高雄地方政府的問題呢 還是台灣整個政府的問題 顯然一百天我們還是沒有答案 好像就放著給高雄自己去處理 顯然不夠 那可以花很多的時間回覆我們周教授 對稀有肚子或是能源消耗的這個 這個計算的正確與否 那為什麼不花時間來召集全國 來想想看高雄怎麼辦 那高雄怎麼辦在我的文章 在我開始發生的三天後 我就提出這樣的命題 這個命題就是台灣社會不能夠去逃避的一個問題 就是高雄要不要有石化管線穿過去 這是高雄要復健重建的最根本的問題 我看起來大家都在逃避這個問題 那問題就是在啊 逃避也會在啊 所以一定會再發生了 如果是用這個方式 因為高雄一定要講說 石化管在被界定的高雄有人住的社區裡面 要不要通過 不管他是從馬路是從哪個地方 這是高雄所有要重建的第一個 要回答的問題 今天還是存在的 那 再來就怎麼轉型嘛 那高雄的轉型顯然是高雄都會是無法自己承擔的 因為它上面有一個產業分配裡面的石化工業區 所以高雄如何跟石化工業區共存 那個是中央政府責務旁大 那我們一百天來沒有看過任何一個 有意義的會議來討論這個事情 那請問我們要怎麼往前走 那這個是在所有我看過的災難裡 沒有看過的現象 你怎麼可能不開始來討論這個事情 那接下來怎麼辦 在這一次的 目前在審查的立法院的經費裡面 好像也沒有特別為高雄祈禱之後 有一個特別的條例 特別的預算要來談這些事情 那我曉得這個政府不編 然後立法院不提我們國家是怎麼樣在運作 就是立法院是不是應該要特別為高雄的一個特別的條款來做 因為很多事情要做 包括我剛剛講的醫療的物件設計的重建 很多我們講說學校可以幫忙的 很多是這個工程上面要去改善 那這些呢 我們希望說現在還來得及 我們今天開這個會議來呼籲 我們這個 大家很熱烈在選舉的時候不要忘了 有這可能是最重要的 不然是選舉選選舉後 我希望看到立法院有一個高雄祈禱的特別的預算 不然就有一個特別的條例 來看看未來這個重建 沒有十年是不認為這個會很快就給很多重建 那更遠的就是說 我們希望這個行政院應該對於高雄的 水化工業跟高雄這個都會 台灣第二大的都會如何共存呢 應該開始要召集一些人來討論 把有關心的團體 特別是高雄在地的一些團體一起 高雄市政府如果做得來的要自己做 做不來的要把這個聲音讓我們聽得到 他也是有在地這個政府的一些責任 這些事情呢 我希望我們今天這個會議 都有這樣的效果 教授的一個 只要他有這個台大教授的領執跟兩性的話 好 那一往外面方面其實我們也是要努力啦 所以那天我在剛好在校長室 就帶一個外賓去找這個去找校長 然後後來這個外賓結束以後 校長這個臉色以民眾對往說 現在他說你認識得很好也稍微疏通一下 因為他們要談我們的五六五百億 那 所以我馬上打電話給你主婚跟你議員 OK 那你就是馬上跟 校長也不好意思你找他們 所以我們牽線 聯絡上說 沒有問題啦 沒有問題啦 所以我想這個 實際上是我們這個 對個別的立法員 我們可以去Lobby的啦 但是行政院那邊 你不提的話 立法員也沒辦法 OK 所以我想這個是 這個是另外一個面向 那所以我是一直跟 一直這幾年一直在跟 大大校長在講 就是跟從校長以下這樣在講 就是說我們台大是不是要 定一個規定 就是說你教授要去做政務官 你現在要辭掉教授 那也沒有退路 所以當你做得不好的時候 你就不討論 不要像講原因這樣 在那部份的 就在那裡都一樣 所以這個叫無責任政治嘛 那我們不是叫民主政治的責任 基本就是責任政治 那你台大的教授 新大的教授 去搞這種無責任政治 那你還有什麼可以講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很多人跟我講說 現在你在講什麼 我說那你講這樣會有效嗎 我說大家都講就會有效 你像陳文誠紀念碑不是不行嗎 搞了幾十年 現在不是有 所以我其實是跟每一個 這個可能參加校會代表的人 你會提個案嗎 即使不過也有宣誓的意義 因為我們有很現成的例子 薑米皇這個學校是個好人啊 啊他又是專家啊 他怎麼 他好像disappear了 所以這個 你知道人就是 叫禁諸者賜禁末者黑 我是說禁窮者窮禁戶者不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 大家去到那裡看就好一點 我們也說什麼好一點啊 所有的問題 還有一個第三點 我是覺得這個 Public Education 還是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這當然就是沒問題 那你看NHK 他這個從古島事件這樣兩年 其實他一直有在Trace 定期的報導 那裡面的不是數字 而是個人 譬如說某一個家庭 你看他遭受了這個核災之後 他是怎麼樣 一年後他是變怎麼樣 一年半以後變成這樣 二年兩年後變成這樣 因為只有臉 只有face 有story才是新聞啊 你光這些數字 26%你跟他變了半天 就變成美男 但是你只要有story 有face 這個就會太多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也許我們應該 製造這樣的模式 這個今天不錯很好 但是 我覺得我們應該比認得 一個個人的story 從這個 一百天前到現在 他是怎麼樣 這個是會比較touching 那所以呢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每個人都看片段 你看整個節目你知道嗎 我說八點一直看到十二點 新聞面對面 要不看新聞追追追 但是裡面都沒有能力講 完全沒有任何的這種 這種所謂的數字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其實就是 所有的事情加起來 就是今天這個樣子 那當然最基本的我想 我們在台灣的狀況 一直說是國家 根本就不是國家嘛 你是一個國家的話 所以我們現在很大的問題就是 國不國 君不君 成不成 明不明 那結果就是 所以我覺得 我們很有信 這個 經歷到這麼多的意外事件 也算是我們有點阻擋 謝謝 其實氣泡缸到現在 我們那時候有談一件事 為什麼高雄的事情 其實我們大多數的時間 是在台北談 因為包括那時候事情發生之後 你跟任理老師 也花很多的時間在台北 那其實高雄在台灣的能見度來講 還是 我覺得還是不足它作為台灣的 第二城市的重要性 那很多時候他也看到說 高雄實際上是在自己的作為上面 受到很多的堅持跟忽略 那這是我們還必須努力的地方 那以我在這個書裡面談的呢 就是我們在後進堂園 從後進跟中有的互動 然後慢慢理解到說 大社人和石化工業區 他們的建構 然後明年呢 武清官場之後 其實開始漸漸的 我已經牆裡面 其實很多工廠都已經熟了 他們的產品慢慢往南邊移 所以高雄南邊呢 勢必 即使在這個爆炸之前 他都面臨了一個石化增能的問題 那大家知道爆炸之後 大家可以請在台南心 是否變成石化專局 那很遺憾的是喔 後進的事情已經開25年了 這25年來 不管是地方政府 或是中央政府並沒有學會 要把公民的參與跟公民的意見 納入這個政策運作的實際的系統 不管是長期的 有很長的時間 包括當時間的25年做這件事情 或者是氣到之後 立即的緊急災難 有沒有做這個事情 那我們是真的看不到喔 所以我要回到在191頁呢 我把這個文章最後做的一個重要的呼籲喔 我們在檢視國家的產業政策 還有石化產業政策的時候呢 不管是緊急重建期轉型期 或是未來的規劃呢 我相信在台灣社會現在的公民的力量 還有呢在社會學界呢等等的 對於公民參與的研究跟嘗試 都已經具備了我們 不管是從小規模或大規模 來練習學習 並且建制在公民參與機制的時候 那我們看到民間的很多力量 那我們不知道政府到底在感情害怕什麼 不知道葉子跟彭多芳我們到底要應該怎麼用 那在很多很多學界的前輩跟公民團體 都已經嘗試過了 都還在努力的嘗試喔 所以我們非常一切的覺得還必須努力 那我要提到說這氣到之後 因為我自己是教工學院的學生 那工學院學生有一個非常徹底的 轉變 那雖然好像我們會忘記 但是我相信這個基調已經改變了 當我們在課堂上面 談工程師的責任跟工業災難的 嚴重性的時候 大家因為親身跟親眼 參與了這個世代的台灣的災難 所以大家都把自己的baseline的 那個參考值都已經提高到說 他們真正看到會造成多可怕的事件 所以這個 我回到我自己的工作 就是對於台灣的工程教育 我們真的必須做徹底的改變 因為在工廠裡面呢 就是我在回顧武清的歷史 過去工程都是一直以達成目標 然後提高自己的基礎為本 那這是很重要沒有錯 但是我們從來忘記要學會其他的技能 與人溝通的技能 科學是必須與人溝通的 科學必須建立在社會的價值上 它才有移民這些基本的價值 那我相信我們面對的這些 將來必須更努力的 謝謝 就是到底需不需要轉型 那轉型的話要怎麼看 那再來就是說 公眾在這幾個轉型裡面 到底他在現在是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未來期待的是他角色 那所以其實在2001月那邊開始 同時到這次相關的災難應變 那應變我們通常只看到前關 那後端其實都不忽略 一直是被漏掉 那另外一部分被漏掉的呢 就是在準備降災減災那個部分 到底是應該去 那要只讓我們回答這個問題 比如說一開始 其實經濟部最後的結論就是 給自主管理嘛 但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 經濟部帶著地方政府 然後去勘察出的環線 那之後呢就是以後 有幫助之中 我們就要開始負責地方環線的建立嘛 那這樣子是不是一個 合適的那個災難 應變組備的一個架構 該有的東西 我們要問的是說 那中央到底誰負責 好 地方當然是關武士嘛 可是那中央呢 其實都沒有答案到現在為止 其實沒有明確答案說 是內政部還是環保署還是經濟部 我們目前沒有看到非常清楚的答案 那它會影響到什麼 它會影響到其實剛剛前面 那個詹老師特別提到 那如果發生這種重大災難的時候 後面的recovering誰負責 地方政府嘛 它有那個能力嗎 那我們回到災害防救法它的位置 它不是地方政府 它是中央 所以這樣的大型災難中央到現在 還沒有一個重建那個部分的主要角色 那就很奇怪了 有沒有違憲啊 我想這個是一個可以去討論的地方 所以自主管理是不可能的 那我們再來看為什麼要這樣談 因為這裡面 不管是從專業角度 從民眾擔心的角度 然後到那個地方政府真正要做的狀況 我們三個方面來看 前面兩個在書裡面大概都有提到 那我只是要強調 到最後其實是應該要強調一個 區域整合的那個災害防救治理 這樣的概念 為什麼 這個案子 發生的那個管線 出狀況是在北邊 那個北邊就是所謂的李長龍 李長龍左邊那邊 紅色那個A點 是本來是在生產那個丙溪的 中油高雄種廠 它一年生產18萬公噸 那還有一部分就是這次出事 從中間那個左邊低點那邊海邊 運到李長龍管線出問題 那還有新三清 它試車完畢要開始生產 它為了要生產45萬公噸 丙溪那要給誰 根據中油 他說他要賣對象 李長龍是其中之一 那北高雄正在把丙溪賣給誰 李長龍也是其中之一 中石化是其中之二 這在書裡面都有寫 所以呢 那些管線 還沒有換之前 怎麼辦 還有不只是丙溪 丙溪只是這次出事的管線 那其中的管線要不要一起談 這是目前南部面對的問題 可是不曉得要怎麼解決 那它當然都是跟整個 台灣的災害防救計畫 它是整個接連在一起的 因為它會涉及到事前的降災準備 然後呢要有相關的監督 那所以在中央是誰 那在地方有沒有那個足夠能力 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再來看 上面紅色框框跟下面紅色框框 都是經濟部工業局管轄的範圍 它在裡面都有專責的機構 包括環保勞動 還有其他相關的那個 跟內政部相對應的部門 在那個地方 工業局才是真正有檢查權 那管線出來 我們這次出事的問題是在哪裡 其實是在工業區內 那管線跑到外面來 那個變成是高雄市 然後我們的治理變成什麼 切割治理 它沒有整合嘛 所以前幾天 那個工部的跟E19 跟中油之間的聯繫 是誰在打 地方消防局 它不是中央 它怎麼樣去命令工業局 然後進到現場 去調查是不是 是事實 所以這個我們缺乏的是一個 整合性的區域治理的概念 來做整個災害防救的工作 那最近最新的消息 環保局在一個場合說 高雄市環保局說 他們明年打算開始要做那個演習 這一類的大型災害的演習 那演習的對象是誰 他們說要找願意來參加的人 那你再問下去 那願意來參加的人是誰 你多少人 沒有答案 那明年 明年是什麼時候 這些管線還沒有被整理清楚 或者是重新安全的安排之前 那到底要怎麼樣做演習 再來範圍有多大 誰會參與在這裡面 這樣的一個整個決策 有沒有公民參與在這裡面 這個都是問題 那這個資訊 什麼時候會告訴社會大眾 那個是在一個半封閉的討論場合 那他什麼時候要跟社會大眾宣布 那民眾能夠接受那樣的安排嗎 這都是問題 所以我剛剛講這些 大概就是在回應整個災難發生到現在 還有我們把它追到過去 可以看到 事實上 特別是在什麼的化學性的災難這部分 幾乎是一個解除的狀態 是解除的狀態 好 那最後我要談的是 經濟不一定會像剛剛我們那個 周貴廷教授說的 他會發一個談告訴你 不是這樣講的 應該是那樣講 為什麼 他一定是從他的那個石油管理法 然後就說 我們這裡面講的油管是什麼 但是我們不能夠看法律來解釋法律 我們應該回到社會生活的現實狀態 來看說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的法律是不是要修來 好 那什麼叫做油管 中油他們自己官方的網頁說 這個在這個書上 第一 國旺季第幾頁 有一個圖畫的表格的物件 就是說 油管有兩種 一種叫黑油管 一種叫白油管 白油管 白油管送的是什麼樣的東西呢 除了汽油柴油以外 還包括石化產品 那石化產品是什麼 根據他們自己在賣的東西 他有一個油價表 他賣的產品 各種不同的油料 那其中有一種就叫做品吸 好 所以他的不同資料顯示 告訴我們 在石油業的專業裡面 油管雖然有分 但是通通叫做油管 那再回到過去17、18年前 中油在買的那些管線 他們當初申請就是油管 所以他是按照他們 食物上的專業在說 這些叫做油管 根本不用分 什麼叫做黑油管 白油管 都不用 其實就是油管 那這個油管 那這個油管 也不是只有在台灣是這樣子說 在國外的那個石化工業裡面 就叫做油管 所以我們要不要回到日常生活裡面的 現實脈絡 然後回去修改我們相關的法規 在這些名詞上可以 跟他使用的範圍 這樣才符合我們社會生活的現實 而不是說今天基基部認為應該要怎麼樣 那所以呢這個就不屬於他了 如果按照他這樣子管 這樣的說法 那就會我們看到的現象就是 他今天根本就不會是中央的那個 災害應變機構的那個主管機關 那如果不是他 那會是誰 是要消防署還是要內政部還是誰 這總要有個答案 中南海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更遠 所以我想就是區域整合性治理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根基 那沒有讓民眾知道的話 其實我們就沒有辦法談區域的整合治理 謝謝 而且說這個事情地方政府可以管 因爲什麼根據道路管理條例 地下管道跟民口概要跟那個什麼道路前 所以地方政府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時候其實是蠻奇怪的 就是說好像個子在贏最有利的法運 就是說這一條到底是不是你的 通常說不是我的 那英偉跟街道路管理條是你的 那我會覺得說這個情況有點像我們 今天遇到死端的問題 就是說明明就是地溝有 回收有拿去當 或者工業有拿去當食藥 當我們資的也有拿去 那食衛組就說那不是資的 不是我管的 那環包組說我只管黑手的 那工業局說我只管公共用 這問題這些組都很在一起 都吃進去 從那個時候是大的 所以我覺得蠻奇怪的 這種事會不斷地發生 那其實我主要講 我被安排什麼那個 反公開 反思外牛 我想這樣子啦 就是說 這個事情的時候被告知 我要講的時候大家講的 大家講的公餐 公餐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 資訊有沒有公開 有沒有揭露 那在這個事情之後 我們發現就是說 原來很多的民眾其實不知道 他們地下的環道 地下的比如大馬 山多路 海旋路 這以前都是同樣的 都是工廠 後來蓋了住宅 後來蓋了上面用地 然後很多民眾在裡面製成 或什麼 不知道原來下面也是有 那麼強 那麼多條環道 而且還蠻危險的 那我們政府其實工業局 後來就知道之後 也有說說 那我們不會公布 這個事情其實發生過很多次 那舉例想 比如說我們都知道 我們政府沒有知道說 我們哪裡的 比如說 哪裡是有順向波開墾的危險 那有哪些住宅 已經在那邊開墾 可是政府知道 可是他不告訴我們 那就像說其實這次實安用 實安引擎之前 其實有一個是強冠的問題 強冠那個問題其實發現之後 其實政府一開始就告訴你 而且事實跟妳講 這個其實是不合法跟合法 只是我們政府 永遠是想要把大事化小 小事化 那這個問題其實我覺得 大家會比較重視擁有 因為這是吃進去 這比較符合我的國情 所以吃進去大家比較有感 可是如果是其他 好像就覺得不會很正氣 那我覺得這也是台灣的實化運動 從 就是 把實化環保運動 其實從解嚴之後 大概快30年 其實已經是面積了 因為實化 會跟對實化運動 會產生運動一定是會受害者 那傳統上以前受害者 通常是軍 就是工廠旁邊的居民 像剛剛一直在講 比如說 後期就是在這種高雄內有場旁邊 從日子時期以來他們就受保受污染 所以他們會去抗議 會去關心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關於 實化的環保運動的一部 會是關於要不要設廠啊 你比如說三清要不要破建啊 你破建你就會增加污染 你不要 或者是設廠的正義 或者是比如說既有的污染 怎麼會改善 這是污染問題 那第二個主題的話 會有關的是關於什麼 比如說你污染已經造成了 那你要如何賠償 或者說我要設廠 那我們是不是要來看回饋 OK 那我覺得某種程度就是說 你有一些設施你進步到很生活 不便那個適度的回饋 會不會公開奉明 合理的分配 我覺得是合理的 所以那傳統上就是處理兩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是我們穩 第二個就是說 當負面的效益出現的時候 我們要比較合理的分配 那可是我覺得第三個就是 告知的權利這個問題 其實永遠有沒有被重視 而且我覺得不被重視也有道理 也有他的賣優是說 你像比如說去很多台灣的 譬如說林原石化園區 你看到那個譬如說中油前面 他們就會有一些空氣污染告示 他會跟你講譬如說二氧化碳濃度 二氧化流濃度 可是最危險譬如說自癌物 有危險的或是 對健康有危害的譬如說 因為我們說到底污染程度情況怎麼樣 其實地方 通常在地方的社區的那些政治人物居民 或者是有辦法去跟廠商要回饋 他也不太重視 因為那是模糊地帶 那廠商跟業者或者是官員 他也不想讓民眾知道 所以就是那個不清不楚的地方 就是讓人家覺得好像可以變得透過回饋 所以其實代表這個大家原來社區跟工廠一些糾紋給排除掉 所以其實我覺得告知的權利 其實好像就是說在居民這件不會特別要求 那工廠這邊或業者這邊也當然不會太重視 那所以我覺得告知的權利是非常非常弱的 那這一次我覺得從高雄激爆案 其實出現一個非常有趣味 就是說當今天受害者不是在工廠附近而已 就你比較遠你看得見 看不見就前陣現在就變得你去前陣那邊 什麼都有啊 孟詩帶啊 大約晚 可是這個地方其實你看起來離工廠很遠 可是他不小心他就剛好就是在居民 經過的地方 所以你不要覺得你很遠你就不會受害 第二就是說你因為你受害 是因為你可能完全沒有被告知 你沒有告知的權利 事實上這個完全被封閉的結果 連第一時間公共事政府在去因應的時候 消防罪人員去的時候也不知道 他以為是地方總是外界 所以我覺得沒有告知的權利 這個沒有落實 在這一次其實是暴露非常非常民眾 包括你們救災上 所以我覺得反而這一次 因為有突然的這個事情 那我們真的要去挑戰 政府那種態度就覺得 我為了民眾好 我不要告訴你 因為你們知道的時候 你們覺得無謂的恐慌啊 房價會跌啊什麼 那我覺得從那個實安問題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開始會追究說 誰是頂性的門神嘛 對不對 到底神經給誰 這不現金嗎 那我覺得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這種告知的權利過去 因為某種程度 那被引概了 然後大家回去追究 那我覺得現在也應該要比如說 至少從實話緩限 那比如說像當場的 某事件 市區裡面就應該有這麼多的實話緩限 你在怎麼樣就是把風險帶來 一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要重新作為檢討 那我覺得這可能至少是 從這件事情突發 我覺得我們可以去呼應 或可以做出事情 那我想問一下 我想我們談的不是一個別人的問題 我們談的是我們的人民 我們的家園 還有我們都未來的問題 好 我這篇文章是從永續治理的角度去寫的 那其實還那麼多是在談 轉型管理的這樣的一個工程 所以我們談的不只是一次的災難 不是這次發生了 大家忘掉了就算了 而是未來我們要怎麼辦 我想這個轉型管理 轉型治理的問題 是我們風險政策 與社會中心的老師 還有我們所有的成員的一個共同的性命 我們期待我們的政府 因為今天的風險 就是昨天理性決策的結果 所以我們期待我們今天有一個新的反思 我們今天有一個新的改變 讓我們能夠有機會走到 帶領我們的年輕人走到下一個新的階段 所以我在162頁的這邊 我們談到了什麼叫做永續 這是一個很通常的定義 聯合國的一個痛恨 一般的定義就是這樣子 就是滿足當代的需求跟福祉 不能夠以犧牲掉下一代的滿足 以及他們的福祉為代價 滿足我們這一代的需求 不能以犧牲下一代為代價 各位我想先請大家想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現在住在一個老舊的公寓裡頭 然後你家的糞碗裂了 然後你一沖馬桶就剩那個糞水出來 你會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抓一個冰水工來隨便把它糊一糊 然後呢再拖個20年 再拖個5年 然後或者是說這不是你家的 這不是你自己的家是租來的房子 你當然不會去拖個大的處理 你就隨便把它糊一糊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個80歲的老人 你可能也會選擇這樣的做法 就把它回復 反正你可能再過10年 你就上天堂了 你也不需要再去修復個糞管 但是你今天如果你的孩子才5歲 如果你今年才20歲 你會想怎麼做 你會不會想把它整個好好的 把它做一個重新的調整 把每個管線換掉 把它做一個全面的更新 所以我們在談的不是一個修理的問題 我們不是在談高雄氣爆的地區 我們是一個修理的問題 我們在談的是一個治理的問題 我們要怎麼樣治理我們的國家 我們要怎麼樣治理這個國家 然後帶來一個有前瞻性的未來 我們在談的是這個問題 那我們要怎麼評估 這邊文章提到的三個面向 我們是用OECD2014提出的永續治理指標 我們就稍微看一下我們的政策績效注實 民主注實 治理能力三個注實 在政策績效注實 就是一般的其他OECD國家都用這樣的指標 在每一年的檢測他們的有關與永續的進展的情況 在政策績效注實方面 我們的經濟社會環境 這三方面是不是平衡的 我們的政策的擬定是不是有達到一個平衡 如果是有的話 為什麼高雄我們這樣的一個工業區 連年來都有不斷的抗爭 民眾有不斷不斷的抱怨出現 這是不是他達到一個平衡 在民主治理 在民主品質方面 不錯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好的民主制度 我們已經開始每四點都在選舉 我們馬上有這樣的一個選舉 但是他的民主治理指標中 很重要的是資訊接近使用權 公民權跟政治自由這一些 當我們在襄嵌在一個地方派系網路 還有一個政上關係的 這樣的一個不確定性的 這樣的一個錯綜複雜的糾結了 我們襄嵌在這樣的一個網路中的時候 我們媒體朋友們 我們可以看見多少的真實性能 我們怎麼去評估我們的民主品質 再來就是治理能力 治理能力談了很多 是在講這個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它的有沒有調適力 有沒有組織改造的能力 也就是說針對於我們的整個政策 我們有沒有去思考 我們有沒有一個機制 一個二階的機制 去想怎麼樣子來調整 我們有沒有這個buffer 去做這個事情 剛剛有些老師提到說 這是一個區域整合治理的問題 誰來想這個有關於治理的問題 要怎麼做 我們要怎麼去調整 然後要花多久的時間來做 怎麼樣子從一個舊的治理 變成一個新的治理 這個過程是一個什麼樣的過程 誰要來負責 怎麼樣來做 怎麼樣子來分工 誰involve在這個裡頭 這是我們要去想的問題 這是 這不是別人的問題 就是每一個 尤其是後面的每一位年輕同學 最重要的問題 那這兩個我今天有一章提到的一個 就是介紹了一個荷蘭的轉型管理的一個model 它是一個動態多洗系的model 也就是說在面對現在這個複雜性跟不確定性 越來越高的社會的時候 全世界的每一個國家都在面臨這樣一個轉型治理 不是說這個問題是發生在台灣 全世界的每一個國家都在做了轉型治理問題中 但是問題是大家都欠缺 對於這個複雜性跟不確定性問題知的能力 跟管理的能力 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要面對跟學習 在實踐中做社會創新的部分 所以它這個轉型 荷蘭他們用了好幾個十年 去做這樣一個轉型管理 那他們提出的模式包括願景的管理 願景的管理 然後在願景上面大家去有不同的stay holder 大家開始去衝擊去討論 我們到底要設定什麼樣的主題 然後長期我的長程願景是什麼 我要怎麼樣子引爆一些人 一些在我的每個local的地區 讓一些人可以進來參與投資 進來參與協商 進來參與給予意見 然後我有一個evaluate 我有一個監督轉型的一個過程 這樣一個二階治理 需要每一個週期可能都要兩到五年的時間 一個一段時間之後才能轉過來 那我們在這邊其實就是知識分子 是社會的良心 我想大家會在很短的時間內 很衝突的時間寫這本書 不是我們想要多一本書 而是我們大家都想要解決問題 我們都期待這個國家變得更好 那因為莊子老師他現在人在國外 所以他就是請我當代表 然後來參加一下這樣子 那這個書裡面啊 我們主要就是比較學術性的 然後佑老師他所發展的一個空氣體質模式 然後我們在模擬說 主要的大型的污染源 讓他所排放出來的空氣污染 然後對大家的影響 那所以我們也有就是把像五清還有六清 那個大型的工業區 就是說如果說現在要轉型 那將來未來是移到南興計畫區啊 或是什麼大林府啊 那我們有自己想說那移到外島 像是小琉球啊 或是移到台灣最南端 因為台灣常常是東北季風嘛 那你東北季風的時候 你污染物排放出來的時候 它就是會往南邊 會比較吹到海上 所以移到恆春的話會怎麼樣 那所以這一國門的這一篇內容的話 比較偏學術性 那裡面的那個污染物濃度 也主要就是用老師的空氣模式做出來的 那其實台灣的P2.5 因為P2.5之所以嚴重是因為它的粒子很小 那你吸進肺部裡面又卡在你的肺裡面 而且那個粒子小 所以有很多重金屬 它會吸附在那個粒子上 那重金屬也就是你會吸進你的肺部 所以會比較比較複雜 而且也有國外學的研究說 如果你增加10QGN三方的話 你的壽命平均啊 它是針對美國做的 那它的壽命是說你會平均減少是0.6年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想法 想說如果空氣污染在不同的狀況之下 大家的壽命損失會多少 那其實我們做出來的結果是發現說 五氫 五氫的平均的壽命損失是大概現在 目前大概是1點多天啊 那如果是以六氫工業區 但是我們這裡面六氫工業區是把麥藥香 所有的污染也放在一起 然後再就會等上101頁 然後可以看到到 我們模擬出來的六氫工業區 就是麥藥香的狗 麥藥香的布蘭園 會不會對大家的壽命損失是多少 而且可以發現其實 雖然六氫或五氫在保留 但是因為我們模擬的結果 我們發現其實污染物它 因為它很粒子很小 所以它可以漂很遠 像沙塵暴 大陸沙塵暴過來的也大概都是細粒 所以它可以從大陸一直漂到台灣 那我們的空氣污染物其實在台灣 也是可以從台灣 然後從中部漂到北部或南部 那我們這裡面就是提供大家一個參考說 如果我們池化區要搬 要搬籤的話 那到這個地方去的人想要聽多少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我發言下來 昨天我整理的一個宣言 各位所商應該都有含字 就是說我們 空解社會議政策研究中心有六大的聲int 我還是正式的練一下 就是針對這次高雄七爆事件第一百天 我們的反省跟聲明 那針對公安跟災難緊急應變的部分 我們認為無論地板跟中央 在這次都並沒有處理得非常好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求高雄市政府 應該針對此次激暴的災難應變 消防跟危機管理 提出測試人質地公諸國論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模式 那能夠作為下次的一個處理的一個典範 第二個中央政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就是經濟部應該統整全國實化 場區之災難緊急應變管理 提出綱領性的面向 包括主持自治成立專政機構 法規修訂 當時是秉息並沒有 那路小王法 這是一個笑話 並嚴格管理實化 也是管線運作 嚴密監督承暴之類 落實資訊 那這一個部分 即使是當時發生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們用了比較重的詞 說這是國家的恥辱 因為發生這麼大的事件 結果中央跟地方在互相推文權責 然後好像這個事情跟中央完全都沒有關係 是高雄市 但是好像是用道路管理條例說 高雄市有職責來處理這個事 我覺得這是一個笑話 如果石化業是台灣重要的產業職業的話 那怎麼是用這種態度在處理 那當然延伸到第100天 我們可以看他的轉型 跟他的整個對工作 他到底進步進行怎麼樣的規劃 到現在沒聲沒聲 這個是我們覺得比較希望看到 那針對核色經濟 空污與環境污染 氣候偏偏工業制裁 我們也有幾點聲明 那我首先先簡單談一下核色經濟 其實這個概念是在2012年 中央院劉兆賢院士 還有他們在這個2011年的時候 全國這個科技部門 可以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台灣必須要從這樣的核色經濟轉型 然後要從這個效率驅動轉型 創新驅動 所以事實上談核色經濟這概念 並不是我們在看 但是大家都不敢 都沒有去真正正視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針對這樣的一個核色經濟 包括我們一開始跟各位 或是幾位同仁跟開始 它是一個高耗能 高污染的一個產業 高耗水的產業 那所以政府應該趁這一次的lesson 明熙的規劃石化產業 徹底轉型10年到20年的路徑圖 然後真正的去落實 這個陽氣高耗能 耗用化石藍業的落後產業思維 我跟各位報告 這個不是只有這樣的一個值數據 我們的研究是從1998年來 我們的政府從全國能源會到 2005年全國能源會到2009 不是2005的時候或2004 也有所謂的全國經濟有機會 大家都談了很多說 台灣應該陽氣高耗能 高污染的產業 但是都是外洋口賣口肉 就是沒有落實 那這個跟今天問題是一樣的 那這個問題還要再延誕多久 那就是我講的 它的炸彈會越爆越大 那你面對國外的石化產能的威脅 這個東西一定是要變革 所以第四點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以前瞻視野 掌握國土狹小人口稠密 環境惡化威脅生態與食物鏈 跟民眾健康風險一致的心情 規劃並推動石化業在台灣有趣 促使能環境與經濟共存共融 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目標 那這是針對各種空污跟石化業排放污水 對環境的污染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我真的是有時候會覺得非常可笑 上次經過這個事件的時候 非常多的民意記者就採訪我們一些老師 那我們聽到工業局的回誤 經濟部的回誤就說 欸空污 比如說莊秉潔博士 他們做的這些團隊的空污 那這是有爭議的 我們有非常多的專家認為 空污根本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我覺得從頭到尾都還是在 一個舊的思維模式 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好第五點 政府因進出就石化業生產模式 造成驅動全國二氧化碳排碳 碳足跡過高的事實 徹底推動轉型 定定實驗減排目標 以避免受到氣候變遷 工業跟國際的制裁 那這一個東西 我們在8月的時候的一個沙龍 那李鴻燕教授還特別提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全國中央政府 上上下下都沒有人在注意 碳足跡過高這個事情 那這個是很危險的 因為只要在過冷門 只要歐盟的市場 要求規範碳足跡 到達一定的速輪的國家 你的市場 你的產品是進不到這個市場的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發生這個事情 是大家要去重視的 這是從氣候變遷的角度 那最後是當然產業的角度 產業應該 產業應該正是國際預算工業 超有制裁的可能性 強化研發創新 涼氣這種二十年補貼的生產模式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 方能對抗中國的東南亞食物化產品 嚴重危險保持進展優勢 並受到國人的支持有去經濟 那我覺得我們的產業 在這個部分 一定要是決心 因為這個事情 大概不會發生在五年之內 在五年之內可能就會發生 你的整個產業的競爭優勢 會慢慢的流失 我想這個媒體朋友 在各種雜誌上面 或是各種報導上面 都有很深入的討論 這個我想這個是整個 全國商家大家都看到的事情 跟